挑战的第四季在桂林举办了发布会 而极限团的成员呢 也是接受了我们节目的采访 这一季相比前三季有什么样的不同 六个人在形态上又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了解一下 此番极跳团以两组形式分别接受我们的采访 而黄渤 张艺兴 王迅三人 还给两组分别起了一个名字 大家好 我们是 ZHW 这不起来 大家好 我们是 ZHW ZHW 就是 叫贼好玩 那边的三个人叫 叫 Sea Hello 本来以为这只是贼好玩组合的自娱自乐 没想到Sea Hello组合这个时候闯入了镜头 你们叫 SHW 我的天哪 谁说你减肥了 这啥意思 哈哈哈哈 你看我姐姐姐姐 是不是她 哎呦我 一下子被碾压的贼好玩组合 还记得你们当初的气势如虹吗 大家好 我们是 原来在另一个房间接受其他媒体采访的孙红雷 黄磊 罗志祥提前结束就过来串串场 顺便提前预定一个夜宵 不过他们此行主要是来感谢黄磊的帽子 我看那个手机气象报告 桂林今天本来是下雨的 我一看到你戴着帽子之后 巴就哇 真的没下 今天就没有今天暴有雨 今天就没有下 众所周知 黄磊吹头逼下雨已经成了极限挑战里一个魔咒 每次黄磊精心做个发型都会迎来一场雨 此番桂林的录制黄磊用帽子挡雨也算是别有用心了 不过黄磊可不愿意承认是为这些小伙伴戴的帽子 所以后来怂恿要不你现在摘了吧 这下可把记者急坏了 毕竟我们采访完还要乘两个小时的车赶回桂林市区 你摘了吧 你摘了吧 我现在摘了 现在摘了有什么用 天气有点热 差点雨来了 一会儿还要回桂林 你想去桂林呀 你想去桂林 你跟科技人采访别捣乱 别捣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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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口声声说不捣乱 Say Hello 组合走的时候 顺便带走他们的水果 还要来个亲密接触 这是一个什么团体 你知道吗 我觉得Say Hello 算了 叫Say Goodbye 好了 看在Say Hello 组合背后有夸你们 就握手言和了 我觉得每一位 多了一份成熟魅力 Unbelievable 成熟了很多 也快乐了很多 觉得幸福感爆棚吧 Surprise Unbelievable The bullets So exciting 从上述花絮 我们已经深刻感受到了极限六人 油腻腻的友情 不过此前孙洪雷就表示 这一季他们想把熟练扔掉 重新出发 由于2018年恰逢改革开放40周年 集跳团也将通过节目录制 给观众传递新时代人民生活的变化 因此前两期节目集跳团也是迁移我们回到1978年恢复高考的时代 传递知识改变命运 这也让节目主题从昔日体悟万家灯火的小美好 上升到了感受时代浪潮社会交响的大美好 其实我们也不能说是见证者 见证了一部分 见证一部分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那还小 但是眼睁睁的我们看着 就是看着变化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那时候 不会有像一星现在这种品质的艺人出现 因为在哪儿 那时候的我们的基础条件达不到现在这样 我们小时候都一个小波满 听得好高兴 然后想看一个资料 想看个什么东西都好不容易才弄到一个 然后谁家有个录像机我们去放去看什么的 从我们的行业上来说是 生活中更是能够感受得到 但是我们这个行业如果没有这样的好的前辈在前面里引路的话 我们也没有办法往前一直走 要不说一星你真的 你真的是 会聊天会说话了 而第四季极限挑战 关照 中文字幕提供